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王啊 你二人本王也有办法施整离魂术 将你和王儿的元神脱离墓室啊 不过大王啊 那个金刚罩还是要找回来的 必定此物实在不同一般宝物啊 炼化之后 在短时间之内立即刻成金刚不坏之身 哎 你忘了那个老和尚祭出这颗舍利之后 虽然还未形成金刚罩 只是金光护体 就让大王发动了失火之后 花费了三天三夜 才将舍利上的金光炼尽杀灭了子孙 若是此颗舍利被炼化成金刚罩之后 恐怕威力只会更近一层的 女子提醒说道 爱妃糊涂了 这种金刚罩 也只有我们万年狮王借助月华之力 才可以炼化成宝器的 人类修士 想也别想此事 而天下间的万年狮王 呵呵呵呵呵 除了本王之外 就只有万妖谷的副谷主 那只万年狮雄了 人类修士 敢去万妖谷吗 有那感常数谷中的万妖谷在那里 恐怕就是十大正门和十大邪宗 都无疑敢凑近的此谷啊 呵呵呵呵 这倒也是 但这等宝物 对我等来说 正是何用益宝啊 还是等查清楚 落入了何人之手之后 就派人抢回此宝吧 女子不舍的说道 嗯 按非不说 我也会派人去的 不过 既然能收金刚罩中的王儿分神 将来此人应该也不是一般的人呐 一等宝物有了下落 我就让两位化身一起出动的 他只要不是原因中期以上的修士 就不会有事的 男子自信异常的说道 我 我 我也去 我也要去 那名黑气中的高大人影 自从中年男子和女子说话之后 一直保持安静的 此刻一听这话 却忽然开口说道 你怎么出气啊 你一身的尸气都无法收敛入身的 是个修士就能看出你的本来面目 你怎么出去 好了 废话少说 快些入关修炼吧 男子声音一沉 不客气的呵斥道 那个高大人影一听此话 顿时萎靡了起来 只好伸出一只长满了绿毛的手臂 从远处招了招之后 重新躺了下来 但一对血红的双目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闪过丽丝 凶残之色 十指观照 苏立生 从上自行飞射而来 重新盖上了石棺 数千里外的寒历 自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灭杀了一缕小小的神念后 居然会惹出这么多事情来 他现在正凝望着眼前金炮中的蹄魂兽 面色阴晴不定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与此同时 走出了广场 刚刚返回自己屋子中的金炎 突然间扑的一声清响 整个人默然被一股灰色的火焰包裹 瞬间这身躯化为了一股青烟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而他的元神呢 满脸的惊慌之色出现在了火焰当中 竟没有受伤 但随之 仿佛受到什么牵引似的 元神被火焰包裹成全套大小的不起眼的光团 一下子冲出了半场的窗户 然后往高空击射而去 转眼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从水质中 竟无一人发现老者的失踪 在天机屋子里边的韩丽 见蹄魂兽似乎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将失火吞噬完毕 思量一番之后呢 终于将蹄魂兽连同金刚罩一同收进了灵兽带中 走了出去 并将食屋缩小还原 回到大殿 将天机屋还给了那名中年女修士 韩丽回到了广场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下午时分 广场上的修士骤然间少了一小半 全都前往对面的另一间食店参加拍卖会去了 韩丽也没有多加迟疑 直接走向里边 此间大殿门口站着多名白袍修士 一见韩丽过来 当即有一个人拱手说道 这位道友 为防闲杂人等太多 照规定参加拍卖会 要缴纳三块零食 韩丽闻言一笑 二话不说的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 三块低阶零食就出现在了手中递了过去 这两名修士啊 顿时脸带笑容 接过临时之后 马上给了韩丽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盘 并让开了入口处 韩丽看了一眼手中的玉盘 在玉盘中心处标有243的银色数字 他脸上没有什么诧异之色 不慌不忙的走了进去 在穿过一条二十余丈长的通道之后 对面呢 就又出现了四名修士 在他们身后 则有一个布满了灵光的白大门 一见韩丽过来 这几个人打亮了韩丽几眼 全都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韩丽同样啊 也没有理会这几个人 走进去之后 推开大门 进入了圣殿大厅之内 刚一进入大厅啊 就听到一个男子大声说话的声音 五百年凤尾花 七百九十块零食了 好好好 没有其他道友加价了 解救灵药 就归这位道友所有了 请一百三十号道友一会儿去后面缴纳零食 取走灵药 这个时候韩丽才看清楚啊 大店内黑压压的坐满了二三百人的样子呀 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和他同样的一块玉盘 上面呢 闪着淡淡的银色数字 任谁都能一眼看得清楚啊 而在石殿的正前方 正有一名一身蓝袍 满脸惊悍之色的中年人 拖着一个敞开盖子的玉盒大声的说道 盒子里边是一株鲜艳异常的紫色菱花呀 卖下这盒灵药的 是坐在人群中一名体态肥胖的老者 一见中年人确认了拍卖结果 极客一脸喜色的站起身来 只往一侧天门走去 看的样子呀 很是迫不及待 韩丽神色如常的朝四下看了一眼 就朝附近空着的一个位子走了过去 洁白如雪的桌椅 似翼飞誉 这倒让韩丽起了兴趣 坐下来之后呢 摸了一把身前的白色桌子 竟有一些温热的感觉 这是 韩丽思量了一会儿脑中所记的各种玉石原材料 竟然从来没有见过此种材料似的 嘴角一窍 不禁露出了一次惊讶 这位道友 第一次见到温石吗 一旁忽然传来了一声女子的声音 似乎带有一丝倾笑的意思 温石 韩丽扭头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在身旁坐着的修士 姓是两名 容貌相似的年轻女修 仿佛同胞姐妹 二女衣衫的 一黄一绿 虽说不上国色天香 但也有让人眼中一亮的姿色呀 其中说话的就是坐在离韩丽较近的绿山女子 她看见韩丽伸手摸桌子的举动 有些傻了傻气 就调笑的说了一句 妹妹 别胡乱说话 好 道友 千万别见怪 在下堂妹初次出来游历 言语有什么不当 还望道友见谅 这一名没遇见略显年长一些的女子急忙开口道歉 堂妹 竟不是同胞姐妹 这还真的有些出乎韩丽的预料 但是如此年轻就能筑击成功 两个女人的资质应该是非同一般吧 如此想到 韩丽笑了笑不以为意的说 没什么 在下以前呢 只是听说过温玉 的确呢 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温食的 道友知道此物的详细来历 这应该不是一种常见的材料吧 否则在下虽然一直在天体之处练功 也不会一无所知的 啊 温食 自然不能和玉相提并论 道友以前不知道此物也不是稀奇之事 因为这种奇特的食料是雪岭山脉的特产 其余的地方啊 都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呢 此材料除了洁白异常 温暖不良之外呢 和其他的普通食料相比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 但在世俗间 自然比一般玉石还贵上那么几分的 另一名黄袍女子含笑的向韩丽解释道 啊 原来如此 多谢道友解释 韩丽显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点了点头 随即就一本正经的坐在那里 看那名中年人拍卖下面的一件顶接法器了 韩丽的这番举动 让那绿山女子美目微微一撇 嘴角微微一动 似乎有些不屑 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呢 被他的唐姐威严的用眼光给制止了 只好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韩丽的这一切啊 视若无睹 静静的看着一件件法器灵药被拍卖掉 虽然说这种世家拍卖行并不是有多么高级 甚至可以说比较低层次 但是 韩丽曾经通过这次拍卖 了解一下大金的灵药法器价钱和天南到底差异有多大 也好为以后寻找珍惜材料做好准备 冷眼旁观了一会之后 韩丽心中总算有数了 大金啊 无论灵药还是法器 都比天南贵上了一大截 甚至那些稍微珍惜一点的东西 价格就更差的离谱了 他想了想之后 哎 就明白了 虽然说吧 这大金的地域面积是天南的十倍之广 但是修炼体系完备 修先者数量恐怕远远不止十倍 就造成了灵气灵药的缺乏 尤其比天南要厉害多了 不过相对来说 大还是有大的好处 还是有许多珍惜的东西在天南 甚至在乱星海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 特别是一些炼气材料 就这一会儿功夫就出现了三四种 他也不知道用途的东西 这让哈利心中一时是悲喜交加 看样子 若是多跑几家大金的顶级仿式 要凑够自己所需的那些珍惜的材料 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哈利正思量之间 这上面的中年人呢 忽然竟然拿出了一个托盘 托盘上呈现三颗深红色的金石 这些金石闪动的红光 竟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 非常的惹眼 火熔精三颗 融制顶接火属性华齐的植架材料 底价是5010 有意的道友现在就可以出价了 那蓝袍中年人微笑着 爆出了盘中之物的名称 用途还有价格 哈利漫步惊心的看了一眼 就打算收回目光 但是忽然目光一凝 口中轻一力声出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怎么 还想着 以你的身价 难道会看中这颗金石吗 大眼神君懒洋洋的问道 金石 难道前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哈利用神石倾笑的传音道 同时口中却突然爆了一个 600块零石 竟参加了这三颗金石的拍卖 怎么 这三颗金石还有什么特殊不成 老夫虽然说修为尽丧 但神石尚在 可不信有什么看错的 大眼神君有些不信的说道 若说阅历见闻 晚辈自然拍马难及啊 但是若单论对妖丹的认识一项来说 晚辈不敢说独步天下吧 但是天下间能比晚辈强的 估计也没有几个呀 哈利忽然声音诡异地说道 怎么 这和妖丹有什么关系 大眼神君听到哈利如此自信的言语 一愣之下不停愕然地问道 若非他深知哈利并非那种虚夸之人 听了这般言语 恐怕立刻认为啊 哈利是否头脑不清楚了 不过你既然如此说了 想必应该有你自己的道理吧 但是若没有什么幸福的理由 老夫还很难相信这三颗火融精有什么蹊跷的 要知道不光老夫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一样 就是拍卖会负责鉴别材料的那些修士 也无一不是经验丰富之人 又怎么会看错这种并非多么稀罕的材料呢 沉默了一下 大眼神君还是有些不相信 听到大眼神君怀疑的言语 哈利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口中又爆出了一个高价出去 终于呢 让其他的竞争者停止了 报价自动退让了开来 好的八百块零食 这三颗火融精就快二百三十三号道友了 整天位道友到浩唐缴纳零食 零起京时 这名男子啊 现在火融精卖出了一个高价钱 大为高兴 扫了哈利桌前的预盘数字一眼之后 大声的说道 哈利文言呢 当机拿起了预盘 走向了一侧的天门 那里啊 早有一名白袍练气机修士 在等候着 一见哈利过来了 立刻引着哈利拐了几个弯 到后殿的一间小厅中坐下 片刻之后 就一名侍女模样的女修士 奉上了一杯灵茶 然后下去了 哈利看了看茶水 没有动用一项 而是神色平静的打亮了一下 厅中的布置 不一会儿呢 就有一位深目秃顶的助击器老者 走了进来 哈哈 让道友等候如此之久 实在是惭愧呀 道友看看 啊 这是不是你拍下的东西呀 老者一进来就笑眯眯的如此说道 然后将此前在正殿中 出现个的一盒滴了过来 哈利没有客气 接过来打开了盖子 里面果然是那三颗火焰金石 他却不动声色的一个个 用手指夹起 仔细的检查一下 好半天都没有言语一声啊 怎么 倒有看这些火金石有问题吗 老者笑呵呵的 一副和气身材的样子 哦 没有 正是这些金石 哈利点了点头 表情不变的说道 随后呢 将金石一收 抱了抱拳 告辞离去 这名老者望着 哈利消失的背影 又看看 空空如也的愈合 眉头微微一皱 目中闪过一丝疑惑 此刻呀 哈利却重新回到了 拍卖场的座位上 手中啊 灵光一闪 一颗火熔精出现在了手中 哈利微笑着 看着这枚金石 目中闪过了一丝得意之色 八百灵石 买三颗熔精 倒有还真是出手大方啊 一旁的绿山女子 见哈利这般神情 忍不住 开口问道啊 是啊 这金石在下想买许久了 能花八百灵石就买到此物 总算没有白跑这一趟啊 哈利忘了此女一眼之后 不慌不忙的说道 手掌一翻 金石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日山女子 只觉这哈利眼中啊 是金光一闪 心中一个激烈 原本到了嘴边的话 在舌头底下一打转 不知道怎么的就没办法说出口了 一旁的黄山女子见到此景 面色微变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但是明眸一转之下 却没有开口说话 但是他心里明白 对面的这个年轻修士 绝不简单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五百六十一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